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台股当然承受不住 所以短线上来讲 跌破前波的低档不是一件坏事情 因为杀下来福尔会更干净 所以我才告诉你 这个盘准备破底然后翻上去 礼拜的台股大涨157点 有没有翻上去 有没有翻上去 今天继续的翻了64点 测标怎么写的 反映美国股市还会再涨 昨天你看到美国的中长黑 你是不是又吓了一大跳 我昨天已经跟你一个结论了 当最强的美国股市 它跌不下去了 全球股市几乎没有下跌的空间了 所以美国盘 我怎么解读的 美国盘 骞老师看得懂还是看不懂 美国股市既深又广 比台股这个潜洁性市场 更难以捉摸 但是你来看礼拜一 当道琼上礼拜 一个礼拜低掉3000多点 我说下沙取量 长线买盘已经进来了 美国股市随时会强谈 强谈不是小谈 不是小反谈 结果你看到美国股市 有没有大涨了 将近1300点 最强的补跌完之后 大家就不会再跌了 这昨天给你一个结论了 那昨天你看到道琼 美国不是降息两码吗 为什么还会跌 降息对股市来讲 一定是长多 短线不一定会反应 为什么 降息的货币政策 它一定要经过 他们下线的银行操作 才会产生一个货币陈述效果 这陈述效果 大概要三个月以后 你才发现 这个宽松政策 所带给股市的正面 那为什么 昨天美国股市会回党 因为昨天 我在节目当中 已经透露这样的一个讯息 我说道琼涨了快1300点 你认为要持续的 马上大涨1000点 2000点3000点 有那么容易吗 没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我昨天已经给你提示了 美国盘 接下来 这两天会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完之后 它还是会往上走高 所以今天台股为什么不跌 为什么台股今天盘中 沙下来过程当中 没什么低点就翻上去了 因为 接下来美国股市 它还会上涨 所以礼拜大跌 我大买 礼拜昨天大涨 我减码 那今天呢 今天呢 在这个盘中下压的同时 可不会做买进接回的动作 你来看一下这档云像 礼拜一 趁大盘中错低接回来 我说它会嘎空 很多空头是从100出头 这样沿路的被嘎上去 但切老师是 从100块钱沿路的做多上来 所以做错方向 绩效差了一倍以上 原相的一个架构 礼拜一 大盘中错 盘中跌的要有242点 原相190接回 没有错吧 190接 接回之后收盘197 现买现赚 那昨天大盘大涨了200多点 原相204卖 没有错吧 这时间交易都跟你对过 创高有卖一样的原相 204卖 所以两个交易日而已 两个交易日而已 赚了十几块钱 有没有讲一根掌平盘 所以当原相昨天卖掉之后 你看到收盘 盘中还打到平盘之下196 你们觉得这个卖点非常的漂亮 钱老师是会带会卖股票的分析师 有没有卖对 看收盘 看今天的盘中 所以原相我们从100出头沿路的操作上来 如果你是从第一档区 第一波段开始操作的 到204卖 你可以赚92块钱 大概是八成的利润 但是千老师是分段操作 原相我是分段操作 毕竟会有先来后到 我不可能在去年度的11月份 买这一笔 我就没有做动作 所以如果你每一趟都有跟的 你的迹象应该是比92块钱 八成的利润更高 是不是 所以当今天的原相 受到大盘盘中压回的影响 最低几块钱 最低叫1900 最低叫1900 我礼拜一 我买几块钱的 礼拜一的原相 1900 对盘 跌啊 买强势机油股 今天原相来到1900 可不可以买 可不可以买 我没有买到1900 我买到192 昨天204你有卖的 今天打到192 差了12块钱 低接回来啊 成功的一个经验 一再的呈现在你面前 低进高出 高出完再低接 我没这么多说 不能追高杀低 你是我怎么贪的钱 这样是拿手绝火 反市场操作 盘在台 你不敢买 我带他完买 盘在去 大家在乱料 我帮会员踩刹车 做调节动作 所以昨天原相卖204的 今天蹭回党 192附近接回 10.07分 10.07分的原相 我把它印下来 191.50 对价 192一定成交 因为我买完之后 买完之后还打到190嘛 是不是 这个位置啊 当初最低点是191嘛 没有错吧 但是我买完之后呢 打下来最低190 Just make 不管是买192 191的 190的 尾盘拉高196 有没有现本现赚 虽然今天原相是叠四块半啊 你买在相对低档的 今天 贪钱 贪钱啊 你对我做高票 有双子吗 有简单吗 拨我看的有没有 我说台湾盘我看得懂 美国盘我看得更清楚啊 所以你来跟我操作 会不会无往不利 关键性的时刻 亲爱的老师一定给你带到 就怕你跟不上 就怕你在观望 人性的弱点嘛 抵的时候 你对我的节目可能没什么兴趣 你长的时候 看我的 看其他投稿老师 看得比谁更认真 有用吗 有用吗 投顾节目老师那么多 哪一个真的值得你依谁的 我说过你要跟对人啊 看节目真的不要随便去跟人家凑人闹 要懂得看门道 所以我常跟你讲嘛 什么时候要看我的节目 盘不好的时候 大盘重作的时候 你把我节目锁定住 对你的操作一定特别有帮助啊 这样你掰台股破底 我会不敢面对观众跟会员吗 一针见学的分析 党党精辟的一个操作 对时对价 其他分析是做得到吗 其他分析师 敢把他们带给会员的抗讯 不管是买点还是卖点 拿出来电视当中 跟会员做一个见证吗 你所看到的做多或是做空的 也有些人想学清老师嘛 把会员抗讯拿出来啊 对什么试驾买试驾出 对不对 但是我要提醒你 当你的分析师 在电视上所秀的抗讯 不然是多单还是空单 只要他的时间价位 跟你收到的是不一样的 他就是在骗你 他就是在呼隆你 我敢这么讲 你们老师敢面对你吗 敢面对你吗 所以我希望在 那么众多的一个投顾分析当中 你要跟对一位 真的可以指引到你 正确方向的一个分析师 他才可以帮你产生一个 正面报酬率嘛 而不是每天出一支嘴 卫山卫水 或是每天用一些假抗讯 在那边蒙骗观众 蒙骗会员 你真的要非常一个 特别的小心 我再举例一档 泰塑 这张股票 是钱老师的普通会员的持股 钱老师的普通会员人数最多 所以你去探订一下 我接下来所讲解的 泰塑的操作 如果有多一笔少一笔 或是那个时间假位 是跟我的普通会员不一样的 先好是退出投顾市场 我用你退出这个分析师的 这个投顾界 我没要做老师 我来当投顾老师 所做的一个模式 就跟其他分析师不一样 我在这个业界超过十年了 我也大概知道 其他分析师在搞什么把戏 真正能像清老师 真诚对待会员的 我如果说我第二名 没有人敢说他是第一名 我没有再臭屁 这是实在的一个言语 清老师在对待会员 怎么样对待的 我吃人一斤 我吃人一斤 所以光是普通会员的绩效 就非常亮丽了 我还需要跟你修所谓的 特别会员 尊荣会员 我们高阶会员的一个绩效吗 我更不会像 有些分析师 每天都只修什么 清代会员 总统会员的callion 你也帮帮忙 清代会员总统会员 都是用电话通知的 哪有什么callion 摆明的就是在造假 所以我把最低阶的 等于说交给公司的费费 最便宜的普通会员的绩效 太硕呈现给你看 我是怎么带进带出的 我是怎么如果高出低阶 低阶完再高出的 看清楚 全国的普通会员 帮清老师做见证 去年度的12月份 我们有没有在高档区 95.7卖太硕 不抢嘛就卖啊 时间价位都对过了嘛 高点有卖 什么时候接 经过了一大段的风险修正 不碰不碰就是不碰 直到2月底啊 看到底部啊 散热模组的太硕 基本面没有改变嘛 那是不是安全有破断 高点95.7卖的 90不买 80不买 什么时候买 2月24号啊 才做接回的动作啊 73 高档卖嘛 73接啊 差了快三成了耶 那73接完之后 有没有上去3.7% 又多了5.5% 又多了一根涨停板 三天20% 三天20%啊 你掰打下来 底部没有被破坏 我说还会再涨 也没有涨5% 昨天台股 盘用大涨200多点嘛 我说我都在减码股票 11点12分 泰硕 量不高 量价不对称 84.5以上先卖啊 当然价格在85.1啊 所以会员成交在8585.1啊 轻松的拔档 我昨天没有告诉任何一位 我的会员去买股票 该买的是礼拜一买 不是昨天大涨的时候 大家摇情呐喊 对想吸引你们目光嘛 拼命的衰 我可不是那种分析师啊 所以昨天的泰硕 85先卖一趟 有没有卖队看收盘 收盘82.5 最低81.6啊 相对高点卖 几乎盘中这边的最高点呢 盘中的最高点啊 去问一下普通会员 有没有卖队 几乎是完美的操作啊 高档出低档接回 昨天趁大盘大涨卖 那今天泰硕呢 今天泰硕呢 10点14分 趁回档 在82.5附近买回 经过两分钟啊 发完口序呢 多少81.5啊 是不是刷到81.6 81.5 会员可以买在81.5 81.6附近呢 挂高一点 是因为让所有的会员 都可以成交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在找盘他刷下来啦 来不及买嘛 对 来不及买就拉上去啊 那等呢 等一个多钟头之后 真的回档了 就进去了啊 就进去做卡位啦 是不是 昨天85卖的 今天81.5接回 几乎是盘中最低点 尾盘拉高83.6 现买现赚2块1 10张也2万块 你认为秦老师的操作 够不够细腻 我是怎么在照顾会员 带会员的 我把图形放大 是不是一样在几乎 今天盘中最低点 这个位置啊 尾盘是拉高 全国的普通会员 帮秦老师做见证 你是观众的 去探听一下 9.7有没有卖 这边都不碰 没有受伤 7.3接回之后 昨天85卖 今天打下来81.5接回 收盘83.6 你想不想成为赢家 你想不想成为股票市场上 最顶颠 最少数的赢家 这礼拜所提供给你的 38婦女节 38婦女节的活动 就是直接给你38.8 除了要献给全国的婦女同胞之外 当然要献给我 最支持我的全国观众 把握住这样子 让你财富重翻身的机会 把握这样子 让你东山再起的机会 因为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台股美股暴跌之后 一定会有暴力 未来暴力行情 邀请你跟我一起 共同来掌握 谢谢大家 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轻装版 简单一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力气 一输在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程度顾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通用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静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尽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货路上的 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专线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都给你帅就好了 其实啊 现在生活里 越来越多 使用行动支付平台 那会不会 以后我们出门 就不用带钱包了 当然啊 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 虽然方便 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 是哦 像是造假的网址及APP 还有网路病毒啊 密码外泄啊 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使用行动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心 不能只看表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错 2月3号台股破底 1138嘛 盘跌了300多点 369 逢低承接 承接完了国具呢 上去四五一一卖 这样子82块钱落袋 卖完之后有冲高 留一些给别人家赚 杀下来呢 乐观 你高点有卖嘛 看到股票变便宜了 你会不会很轻松 面对盘的一个后市发展 就怕你每次股票 高点都不会卖 然后套在高档 股票变便宜了 那种心情不一样的耶 套在高档的等解套 没有资金了 高点有解码的 低点变便宜了 准备低接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所以乐观的一个气氛 在礼拜国具呢 打到生命线的季限 407接回啊 这样不是差了44块钱吗 高档出嘛 低档接回啊 对礼拜盘不是跌了200多点吗 407接回 所谓的国具嘛 那时间交易都给你对过了 买完之后呢 来到426 左燕台股呢 大涨200多点啊 436 两个交易日 快30块钱 买个市场将近30万 昨天买股票还是卖股票 昨天买股票还是卖股票 我说今天的国具啊 还有低点的话 你要做出什么动作 今天国具 有没有低点 当然有啊 昨天跟你预告啊 今天国具最低点是398.5啊 礼拜的低点是多少 398啊 那要多好 那要多好 今天刚好漂亮的再回撤 礼拜一的低点啊 所以呢 股票下来了 你又忘记了 电主目前在涨价的一个效应吗 你又忘记了被动元件 供不应求的一个产业结构吗 从去年度的一个第二季 第三季我就跟你讲过了 被动元件经过库存之后 一定会产生一个供需均衡 进而变成供不应求的现况 所以呢 电主的价格一定会上涨 这是未来产业结构的分析 在去年度我就跟你讲解过好久一段时间了 所以你才会看到我们国具 从沿路低档操作上来嘛 过去的基下我就不再讲了 因为那太遥远了 讲太多过去的 你没有感觉 我也不想讲浪费时间 重点是未来怎么看 重点是未来会不会涨 就是这样而已嘛 所以今天漂亮的回测 买还是卖 买还是卖 分析的一个架构 千老师不喜欢锦上添花 我不会在高点 不管是国具还其他个股 高点摇旗呐喊拼命的追 拼命的买 低点下来 拼命刺 刺在等 不一样 这档5G功力放大器的红杰科 1月底直稳了嘛 领先大盘直稳了 87.2科不买 2月3号88一样低接 没有错吧 低接完之后冲高 来到前波高 折回 那礼拜一呢 台股破底 对 那红杰科有没有破底 红杰科没有破底 是比大门强一点 所以礼拜一的一个 红杰科来到86.4 再给你一次低级的机会 不要把买点当卖点 因为礼拜一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性转折 礼拜一的盘是破底翻 就是破底翻 千老师的结论非常的干净利落 连续两天翻了200多点 没有错吧 所以整一个红杰科的架构 礼拜86.4当然是一个低尖买进的时机 昨天的红杰科来到97.3 我说这两根红杰棒撑着很漂亮 它的一月营收年价率高达137% 2.7亿 我昨天要跟你事先透露 接下来红杰科的二三月的营收 是你要关心一个重点 如果二月份营收 因为疫情的影响 它还能比一月营收持平或增加 那就相当的不简单 所以你今天所看到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利多消息 今天3月4号礼拜三 红杰科的二月营收 创下四年来的新高 Bingo 千老师的研究团队反弹的结果 有没有在昨天先给你透露一下讯息 千老师研究团队比其他人多很多 所以那种产业结构基本面的追踪 相当的透彻跟深入 所以观察二三月份营收 那你今天看到二月份营收 四年来的新高 而且跟去年比较成长了190% 所以它今天往上走高来到破断高 正常合理 今天已经来到三字头了 礼拜86.4 今天已经来到100 是不是 是往上走高 那接下来你就要去观察的是 三月份营收会不会更好 如果三月营收继续的更好 你认为这两个低点 就今年度洪杰科的最低点了 因为基本面就从一月份营收看到低档了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今天洪杰科其实表现相当突出 找盘台股有压回 洪杰科是往上走高的 不一样的走势 台股这样下来 洪杰科是往上顶高的 是往上走高的 所以像这种有基本面架构的个股 它的未来的一个表现空间 值得你来期待 昨天我减满了很多档股票 当然有资金可以卡位新的标的 今天把世新做接回的动作 资金股票我之前超做过了好几趟 几乎每一趟也都是有赚到钱 一月营收你赚率高达20% 今天形态突破 买在230 10点32分的世新 230买 当做价格就在230 你去对时对价 230买完之后 买在平盘附近 尾盘拉高237 有没有现买现赚7块钱 起来这个操盘节奏 相当的细致 你的持股 你的资金要怎么规划 交给我 交给我啊 你想不想跟我们普通卫营一样 就普通会员 你如果昨天有加入我行业的 今天的态塑我就带你买在81.5 收盘83.6 时商马上现赚2万块钱 如果高档出低档接 低档接为高档再出 让你产生一个获利陈述效果的资产 需要亲爱的老师来帮你服务的 今天所给你的 38妇女节的欢庆活动 就只要38%OFF 希望你好好把握一下 有需要的 记打电话进来 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青装板 简单一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单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程度顾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通用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代理会员领先补局 复悉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作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